在韓國總統韻錫月3日馬克宣布實施緊急戒嚴後 韓國被美國、英國等多國列為旅行危險國家 美國和英國等國家都已經發布旅行警告以保護本國公民 即使在4日凌晨,韓國國會決定解除戒嚴命令後 美國政府仍認為局勢不穩定,提醒美國公民應該注意可能出現的混亂 特別是在公共場所時應注意周圍環境,並採取常規安全預防措施 美國駐韓國大使館建議在韓美國公民避開抗議地區 警告即使是和平示威遊行,也可能演變成對抗並升級為暴力 大使館還宣布從12月4日起將取消美國公民和簽證申請人的常規領事預約 此外,大使館員工將最大限度地進行遠程辦公,並限制大使館兒童到校上課 美國大使館和國務院正在密切關注這次事件的影響 《限制大使館》 《限制大使館》 在座位下延遲到百分之間 《限制大使館》 《限制大使館》 《限制大使館》